咖啡豆保存 哈囉大家好我是伊藤獨層 大家好我是賴 那賴講今天是什麼內容呢? 今天的話我們要跟大家介紹 咖啡豆最好不要使用的保存方式 OK不要囉 很有趣的內容 非常重要 咖啡豆保存的話 為什麼要注重咖啡豆的保存方式呢? 如果咖啡品質管理很好 但是如果 客人買咖啡豆之後 客人在家裡 如果保存方式不對的話 咖啡豆的味道呢? 就變味道了 有一點可惜 所以今天 我告訴大家 保存方式 使用方式 那至少可以幫我們介紹 以下今天的內容嗎? 好的好的 那先第一個 咖啡豆的四個大底 那第二個 最好不要使用三個容器 那第三個 最好不要放棄三個地方 那最後 推薦保存兩個方式 太期待了 好的 那我們 開始吧 那先我告訴你們 第一個咖啡豆的大底 第一個 陽光 那第二個 濕度 為什麼濕度不行呢? 台灣濕度都滿高的 比日本 比起來的話 冬天也是滿高 對 對 所以 如果對咖啡豆來說 是不是有一點沒有那麼好 對 所以一定要那個 密封光 那第三個 溫度 溫度的話 不能太高嗎? 是的 溫度也是不能太高 然後 太低也不行 太高太低都不行嗎? 對都不行 對 所以比較小心一點 OK 那最後第四個 空氣 所以我們才要密封保存嗎? 對 咖啡豆來說 空氣也是 如果空氣分在一起的話 對咖啡豆來說 非常不好 感覺香氣都不見了 對 香氣不見了 所以 麻煩你大家 小心一點 四個咖啡豆的大底喔 四個敵人太危險了 對啊 太危險了 感覺台灣滿容易遇到的耶 對啊對啊 真的耶 所以 台灣咖啡豆的保存 真的是有一點 對 可能 但是滿重要的耶 所以我接下來說明 至少不要使用容器 OK 那第一個 醬 太大的容器 太大的容器 使用 太大的話也不行嗎? 對不行 如果咖啡豆的量多一點的話 當然可以 但是 看一下喔 醬 咖啡豆非常少 大概這樣子 30個左右吧 對 這樣 然後這個是 可以放1公斤左右嗎? 1公斤左右嗎? 對1公斤左右 那如果 這樣的 要使用容器的話 咖啡豆馬上 會死掉 已經會死掉了 對 已經會死掉 因為空氣也是 空氣的地方 也滿多年 所以 買1公斤的罐子 要放1公斤的豆子 對對對 沒錯1公斤 1公斤左右的 那第二個 用 在家裡喔 在家裡 保存的話 用 玻璃的容器 刺 沒有那麼好 家裡不能用玻璃嗎? 對 因為呢 陽光容易 出 進去 陽光比較容易 透進玻璃罐裡面 對對對 但是喔 我們營業 那個開台廳 是我們用玻璃啊 所以在店裡用的話 是沒有關係嗎? 對對對 因為店裡用是 常常消費 常常用 用的量 蠻多的 我們大概每天都會替換一次 對對對 所以玻璃也可以 還有這邊是陽光 完全沒有 玻璃的品質 不建議 那最後第三個 不能完全密封的容器 使用 如果空氣 會跑進去的話 就不行了 對啊沒有錯 因為如果 日本有 你們看過嗎? 在日本常常有 一百元的 百元商店 大創辦 大創辦 台灣也有 中商也有 對 台灣也有 比方說他們賣的容器 他們是 可以 但是 有一點沒有 沒有那麼密封的容器 蠻多的 我用了很多 感覺那個的濕氣跟空氣 都會跑進去耶 對啊 對對對 所以 蜜蜂館也是這樣 那個台灣的 安康們也是蠻厲害的 他們家的厲害喔 像他們的一定 會完全密封的 可以完全密封的容器 對 容器使用 我推薦 他們的蜜蜂館蠻不錯的耶 那接下來呢 最後不要放置 三個地方 這個很重要 家裡 對啊 對啊 蠻重要的 先喝喝看 來 走 謝謝 OK 一次有變 早下喝很棒 早下喝一直有變 最舒服的 對啊 非常舒服 那第一個 不能放冰箱 冰箱的保存也不行嗎 對啊 冰箱應該大家有放了吧 大家很常放冰箱耶 對 對 因為呢 冰箱不好的地方是 在家裡用的冰箱是 基本上大家 其他的蔬菜也一起放吧 是不是 對 比方說蔬菜啊 當然是泡菜 是不是 可是台灣沒有納豆 沒有 納豆沒有 納豆沒有 但是泡菜啊 還有其他的蔬菜也一起 對 如果咖啡豆也一起放的話 咖啡豆是比較 會吸收味道 對 咖啡豆就會有泡菜的味道了 對 可能好好喝耶 試試看吧 新的發酵方法 對 不行喔 不行不行 所以一定我不建議冰箱放 OK 那第二個 長時間的長溫保存 長時間咯 長時間的話是指多長呢 我覺得 如果烘焙之後 一個月 或 也是一直放在長溫的話 我真的是不建議 一個月之後 一個月以上的話 對對對 一個月以上的話 還是長溫是太強 不行 對 我真的是不建議 那最後第三個 會有陽光的地方 有常常呢 在家裡的話 比方說外面 室外 室外附近的地方 或是窗台旁邊的地方 對啊對啊對啊 我剛剛跟你們說 那個透明的容器用 然後如果會陽光附近的地方 非常不好 雙重大敵 對啊真的是非常不好耶 所以我真的是不建議 OK大家請小心一點 要小心喔 好 好 你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乾杯 お疲れそうです まだですけど 那最後喔 最後 最後 我介紹給大家 推薦的兩個保存方式 請務必推薦我們 對對對 那第一個 如果 烘焙日記 烘焙之後 三個禮拜 以內 會呼喚的話 我推薦是 常溫保存 不用冰在任何地方 對對對 因為 你們看一下 那個我們的咖啡豆 是一定後面 一定後面有這樣 那個烘焙日 這個的話 2022年 11月21號 保存 時間 兩個月 對 那這個是 11月21號 所以 11月21號 開始到三個禮拜 那會呼喚的話 我推薦是 常溫保存 對 然後 我覺得 剛剛告訴你們 一定 密封 還有不要透明的 還有 我覺得 如果在家裡沒有保存 保存罐 的話 我覺得 咖啡豆的袋子也沒關係 咖啡豆的 這樣繼續放在袋子裡面也沒有關係 對 沒有關係 但是一定 那個用完之後 一定這樣 這邊 如果用完之後 如果可以的話 需要密封 但是在家裡沒有密封機 是不是 在家裡大家不會有密封機 對 所以如果這樣用完之後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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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 像用小夾子這樣夾起來的話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 如果三個禮拜以內喝完 一定喔 我猜大家喝咖啡的速度應該蠻快的 對對對 三個禮拜是可以的 對 可以的耶 大家參考一下 好 那 最後第二個 我推薦的保存方式 如果紅豆日之後 三個禮拜 超過 超過 還是有 還是超過 不能喝完 當然的話 我覺得三個禮拜之後 放冷凍 不是冷藏 是冷凍庫嗎 對 冷凍耶 而且喔 如果只有這樣冷凍 我不建議 所以 再一個袋子 我可以直接放這個 然後再一個袋子包裝嗎 再一個袋子 保鮮袋耶 那 用保鮮袋 我覺得最好 這樣子 再裝一層 再放冷凍庫的 保存方式嗎 對啊 對啊 所以 如果 這個再一個保鮮袋 然後放冷凍 那 如果 下次 下次 想要喝咖啡的話 一定喔 先如果用14顆的話 就拿起來 然後 馬上14顆 然後 再放進去喔 不用先解凍嗎 對 不要解凍 對 馬上放 然後這個14顆 馬上不要解凍喔 馬上磨豆子 要磨 直接磨 對 直接磨 因為如果要放在這邊的話 慢慢水出來 就會有其中一個敵人的水氣 對 敵人的水氣 對 所以大家請小心耶 如果放長遠的話 馬上磨 要磨 馬上喝 對 那 結束了嗎 對 剛才阿子上幫我們介紹了 很多種的 比較不建議的保存方式 對 不建議的 真的不建議 建議的保存方式 對 建議的 OK 大家了解了嗎 那如果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歡迎在我們的留言處 跟我們做詢問喔 OK 麻煩你了 喜歡覺得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 OK 對 麻煩你 要追蹤頻道 跟分享給你的朋友喔 好麻煩你了 我們下次一部再見 好 謝謝你大家的收看 謝謝你下次見喔 謝謝 下次見 拜拜